蔡瑞月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肖沃婷女士致辞 蔡瑞月老师是蔡瑞月老师的学生也是媳妇 她一直在台湾的艺术界坚持用艺术结合社会的议题 捍卫人权与自由表达的意愿 可以说是非常勇敢的一个灵魂 我们现在请蔡瑞月老师上台 各位来宾 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 大家好 欢迎各位丽临2018年蔡瑞月国际舞蹈节 我们的开幕仪式 前几天我们其实也一直担心下雨 然后就真的下来 当雨衣一穿上来的时候呢 一件一件穿上来 我又回到1994年 那一场台风来袭的时候 台湾有三四十个团体就在这个现场 二十四小时我们进行要抢救这个基地 其实台风来 所以一样 每一个人的装扮就像各位现在这样子 穿着雨衣 但那个时候呢 二十几年前 我们其实日夜的交集这个地方 会因为都市开发 然后呢将它移为平地 我非常感谢台湾的文化界 台湾的市民 他总是会追念他们的艺术家 当他们在台下所看过的舞蹈 他们不会忘记这位艺术家 所带给他们的文化理念 文化的养分 所以那一场24小时的艺术运动 我们终于让当时的台北市政府松手 那一天本来是公文就是要拆的 所以才守护了24小时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依然下的雨 但是台湾并不是这么的平静 在这个基地里面24小时每天 即使只要进来 都容易感受到一种平和 在这里非常可以感受到 来自艺术洋溢者这种温度 它可以让你头脑清晰 知道你的方向 什么方向 文化的方向 那首先是谢谢各位 冒着大雨 那我要特别感谢 沙瓦子部落新晶麻药牧师 一年一度总是带着他们的团体 来到这个 他所谓 就是美好之地 他所给我们的美好祝福的名字 那刚刚呢 他带领了大家 做了感恩 祝福台湾的祷告 哇这个是何其重要 谢谢谢谢沙瓦子部落 我们也谢谢我们的 每年都会 在11月的时候 这个时刻 他们会从美国 澳洲 日本 带着他们的团队 带着他们非常精彩的 经典作品来到台湾 今年 Elizabeth Daumen 女士呢 是跟蔡老师 有将近40多年快50年的这样的友谊呢 年年都是带着他的作品 今年非常特别 他为了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 特别基金会委托他制作了相关于全球化的难民议题 整个作品在这个舞台上演出来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惊心动魄 我们知道难民议题是如此如此的让人家感觉到如果没有看过作品我们完全无法去理解 谢谢 谢谢 这三个大师共同完成的 他的文本呢 是来自西班牙的诗人 这是应该一般人都容易知道的 罗卡诗人 他的戏剧呢 作品叫做白纳德之乌 但是呢 A柳呢 用了 中国券的音乐 然后呢 加上这位天才编舞家 A柳的 把他组合的 这一支作品 不被爱的女人们 其实 是在讲述 当时西班牙的极权政权 也是在讲国与国之间的权力关系 正好也在回应我们台湾目前的局势 那另外我们也要感谢那个石锦登来自日本的这一位 石锦默老师的第三代 他呢带来非常珍贵的1924年1926年1939年 就是20到30年代 我们在台湾其实算是非常有眼福啊 可以看到三支作品 都是经典作品才经得起考验留到现在 好那另外呢 今年其实 在五月我们得知从日本传来的消息 其实每年这个时刻 我们有一位重要的舞蹈的精神伙伴 就是我们的哲铁老师 其实每年他都会带领我们 其实他一到了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舞蹈节紧密螺谷的我们要准备出发 那可是今年他缺带了 我非常感谢 我在这个地方无法去描述 十多年来 泽田赫子老师对台湾 有什么治疗可以回到台湾 我们当时在现场其实听得非常心痛 他已经离开我们 但是非常感谢 我们今天 彭田公子 他依然带领日本团队 照着他的老师 每年祝福台湾的这个精神呢 也来到我们中间 那他今年带来的作品 就是邻居的隔壁的乐园 这一支作品呢 其实就是在讲 我们每个人羡慕别人家的家庭 好像是一座乐园 但是呢忽略了我们家庭院的草地 跟别人的草地是一样的绿 所以这一支作品 其实就是在告诉每一个人 就不要去对别人嫉妒 不要去贪恋别人的利益 要自己自立自强 他说加油加油地球 这支无马是我们今年的鸭轴 也正好在回应 我们所所处的这个强大的 这一个集权的政权中国 一再一再的寄予台湾 所以这个其实在这一支作品里面呢 我们也是透过舞蹈 在回应今年的这个主题 我们就是台湾 台湾就是台湾 就是叫我台湾人 不要叫我别的名字 好 那我非常感谢 那特别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的台湾的精神感召的 郑南荣先生 我在这里引述他这一段 来作为结语 四百年来台湾人的祖先 如同英格兰 英格兰人移民到美国 加拿大一般 经历了千难万险 终于在台湾落地生根 这是郑南荣在 1987年 这篇文章是 不怕中共干预 只要台湾自绝 用这一句话 我希望勉励各位 好 谢谢 希望大家最近呢 能够来欣赏我们的舞蹈 谢谢 好 我说一般 为十三回 法水国国家福德节 专业 台湾就是台湾 叫我台湾人 特别作为中国人 在日本当地的政策 从日本时代到中国时代 已经一百十三年了 台湾在日本 自民和中华民国 尤其是自民的体制下 无主体制 中华民国 自民国的肺炎国家 自家 在中华人民 中华国集体 中华民国 要够 发表台湾的名字 当地 失去台湾的国家条件 民事论的分流 求自己 把中华民国的努力 加上 够在台湾的名字 尽管 一旦 政治家庭運動 台湾努力 拥向民主法路 台湾努力 再生 成为新兴自由民主国家 台湾 就是台湾 生活在台湾的人民 日经 日本人 中国人的身份 民主法 自由法制 我们有关于 驾向台湾人 真正的国家任务 和新兴的差别 是我们在 中华民国 和中华人民 共国的救责 中国性 切割的时候 它剖寫 人权之名 我们大声指 台湾 不是台湾 叫我台湾人 台湾就是台湾 叫我台湾人 台湾 在臺灣 改割臺灣和中國 更是政治究竟必要的進度 像我在臺灣 無分先來後到的兩千三百萬人 應該以臺灣人興奮 興奮新的國家 才能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統治的臺灣的中國 建立和平 友好的關係 祈求自己的福祉 並且努力於世界和平和文明發展 臺灣 也是臺灣 叫我臺灣人 臺灣就是臺灣 叫我臺灣人 臺灣 也是臺灣 Call me 臺灣人 有趣的 有趣的 氣勢